在一所不知名的小岛边有一座海盗船 而船里一些阴暗的屋子里关着许多人 里面也恰恰有去寻宝藏的虎巢人 威震天 一些老司机侦探 虽然没想到半路中还是中了海盗船长的圈套被关在了这里 这时海盗船长走过来说 为了增加生活的乐趣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我这里有一个机关 你们每人把机关开关拉到下巴处就可以进去了 机关的出口便通往外面了 此话一出便有胆大的人往里走 可进去了很多人 海盗船长都说没有逃出去的人 很快暗顺序该到威震天 虎巢人老司机侦探三人了 威震天虎巢人一次进去后都没有声音 只听见海盗船长哈哈大笑说道 进去的人都死了 老司机侦探胆战兢兢兢的 把机关拉到下巴后慢慢进去了 只见老司机探长一进去 他的身后便有很多毒蜘蛛涌上他 于是老司机侦探只得奋力跑 跑得太着急 他突然跌倒了 地上有点黑 但他还是看见了虎巢人的无头尸体 看着逐渐靠近的毒蜘蛛 吓得老司机侦探只得连滚带爬地往前走 可幸运的是老司机侦探成功地跑了出来 你知道老司机侦探为什么能成功逃出来吗 请思考片刻五秒后揭晓答案 机关开关就是根据每个人头的位置制定的 放的毒蜘蛛只是为了让他们使劲逃跑 正好撞上锋利的机关 形成无头尸体 老司机侦探因为跌倒连滚带爬 凑使他碰不到锋利的机关 便成功地逃出 老司机出来回家之后来到公园 有两个孕妇 但是能感觉到他们有巨大的能量 但是奇怪的是波动来自他们的肚子 但是他们站在一堆 波动混淆在周围 光靠波动不能分辨出谁的肚子里面怀的是一个外星人 那么你知道他们当中谁怀的是外星人吗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 正确答案将在下期公布 记得点击一下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上期的案可以把土不停地往坑里扔 这样毛驴就可以出来了 请不回来 请不回来 欢迎订阅 恤 感谢观看